我講一點技術性的問題和安排 和現時的情況那個險峻 我想並非一般市民所理解 所以我呼籲民主派的朋友 和支持民主的市民要覺醒 現時是覺醒的時刻 現時是新民主抗爭運動 重新起步的時刻 如果大家繼續密忍的 繼續啞引的話 香港不但民主發展遙遙無期 香港逐漸步入一個獨裁 和一個高壓管治的時代 我想這個條例的通過 是象徵著香港在政治上 步入這個黑暗的時代 因為大律師公會兩次發了嚴厲聲明 香港政府竟然延遲無視大律師公會的意見的話 是歷史以來沒有試過的 我也相信在港英管治的百多年裡 都從未試過的 象徵著香港的法治的原則和精神 基本上也都是步向這個低落 所以這個形容 這個條例的通過 象徵著香港的管治部入黑暗時代 是一個很貼切的描述來的 所以如果香港市民 特別是香港的年輕朋友 香港是你們 香港的將來是香港的年輕人的 如果你不想你生活在一個黑暗的時代的話 全香港的朋友 支持民主的朋友是要站出來 這個站出來不但要抗拒 和反對這個惡法 也都要向這個民主派的政黨和議員 某程度上要施加壓力 等同這個高鐵 政府要提高鐵撥款的時候 當初有些民主派政黨當初說支持的 在幾天裡面 由支持變成棄權 由棄權變成反對 就是群眾的力量 OK 等同這個05年的政改方案 最後全國民主派否決的政改方案 也都是靠群眾出來 是逼使這個有關民主派政黨 是投反對票 那就是去年 因為這個群眾 就是那個的力量薄弱 就是逼不了那些民主派政黨 就回政改投反對票 但這一次想面對的情況 是更加險峻 就是在這個民主的議會 就是去到這個古希臘的年代 就是其實用議事情序拖延 或者是反對 或者試圖阻礙某些法例的通過 是一個慣常的做法來的 是吧 在古希臘年代 針對這個Julia Caesar 一些想落實的一些法案 在2000年前 大佬 2000多年前 已經在古希臘 這個當年的議會裡面 已經 希臘年代的那些選項 已經用這個程序 來拖延這個法例的通過 也都是某些程度上是成功的 過去那百多二百年 在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就是加拿大 澳洲 法國 意大利 紐西蘭 很多這些議會 包括國會 省議會 和這個城市議會 不少的政治團體政黨議員 包括一些保守派的議員 都是用長的發言 或者用修訂這個方式 來阻礙法例的通過 是經常出現的 那你上網一查就有很多這些例子 多的 十幾萬個修訂也有 幾百個修訂也有 通常有 我自己就想了 我起碼提出一千個修訂的 起碼提出一千個修訂 那最後主席接受多少呢 就要等主席裁決了 我昨天已經和立法會秘書 和和法律官民初步接觸了 也都和他們說 你不要想著18日可以收工了 是吧 那如果我成功提出一千個修訂 一個修訂 如果其他泛民的議員肯發言的話 一個修訂一個小時 那裡都一千個小時了 一千個小時了 那你一千個小時的議會 一天十個小時 已經要開一百天了 這個是抗爭的手段 OK 如果議員可以辭退 以抗議的理由 辭去這個委員會的身份的話 我看不到他們不可以用一個和平 理性非暴力 和完全符合議事規則 議事情序的做法 和全世界各地都用的 OK 香港在這個民主整體發展方面 這個獨裁的政權 就是不懂民主了 如果你說泛民主派的議員 都不用一些其他所有民主派政黨 包括保守的政治人物都用的手段的話 他不要叫自己做民主派議員 不要說我要趕著放暑假 沒有空 如果是這樣 你就要接受這個惡法 你自己放假的時間 是比抗爭更重要的話 叫他自己參加保皇黨 香港民主派我批評了很多年 太舒適了 整天都是小馬大幫忙 是不是很嚴重的事情 罵兩句抗議一下 絕食都是24個小時 是不是 就是他們 人家全世界的所謂民主派政黨 那個抗爭 很多都要坐牢的 但是香港的民主派太過舒適了 我希望他們這次願意放棄 放假的時間 參與這個抗爭的行列 我講的修訂有很多層次的 因為我要令到這個 這個時間可以盡量延長 我一定要就各別的題目提出修訂 那抑敏就幫手中文語句的修訂 他就會想一堆的 因為修訂可以有原則性的修訂 有些是條文的修訂 也都可以有詞句的修訂 你刪了它的的字都可以提出修訂 所以修訂其實是無限大的 無限多 所以一千個其實很少 很瑣碎的 如果要再提多一千個 我都可以隨時提到的 看需要的 那個範圍很多方面 一個就是那個題目 我就會改那個題目 現在這個題目我覺得不反映現實的 我會改去做這個政治壓迫的條例 我可以想幾個的 一個被否決就提第二個 提第三個 就是我可以提定十個題目 如果第一個是否決的 我就順序上了 那個有效年期我也是 那個有效年期我第一個提修訂 就是提到這個條例如果通過的話 實施的日期是2047 如果輸了就2046 2045 2044 這樣提上去 明白嗎 所以那個提出 如果你要玩的 我可以20461月20462月都可以的 可以這樣提上去的 我提了之後 我可以提修訂 就是我那個修訂的 是吧 所以那個程序是無限的 是無限的 如果要玩這個議事程序 不過香港沒有什麼人玩這些程序 我當年讀政治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研究了少少的 上色了 所以這是我30年前讀書的時候學的東西來的 另外一些修訂就是原則的修訂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整個條例很荒謬 不管你什麼原因都不給補選 就是這個是很荒謬的 所以我修訂的討論的焦點 就主要是關於那個 哪些情況下 豁免就令到必須要補選 那譬如死亡原因不明 被人謀殺 譬如被大陸監禁超過三個月 等等這些東西 我就會提出這方面的聯署的修訂 譬如你要把這個發展很容易的 譬如你在北韓監禁超過三個月 就必須要補選 在越南 我會列一堆那些所謂 就是獨裁共產的地方 就有一個修訂 你可以將幾個國家加起來 又可以一個修訂 你可以將三個國家 兩個國家 一會兒就四個國家加起來 又可以一個修訂 這裡有一堆 另外就是有關那個 就是 三分之二那個議員 那個 因為立法會可以三分之二議員 可以解僱你 是吧 如果那個被割職的議員 我覺得那個應該被豁免的 我們有一堆可以提出的修訂 我們會將這些意見放上網 我們會發動網民的智慧 和網民的力量 全民修訂 我們會發起一個全民修訂的運動 就會放上網整個專業 我會將我的建議放上去 但是這些網民的智慧比我高很多 我們會建議他們 就是有些奇妮的修訂 有些是原則性的修訂 有些是權威性的修訂 我們遲些如果有時間的 我們可以搞個最權威修訂的選舉 最奇妮修訂的選舉 這個可以給那些網民自己發揮 我希望發揮這個成為一個全民運動 正如動物所說 這個是抗爭運動 人民力量表明是一個快樂抗爭的 雖然我們擺的時間會很長 開會 但是如果那個修訂 是為抗爭運動帶來這個歡樂的 我們很希望那些網民能夠提供多些的意見 我查了一些資料給大家看看 外國很多例子的了 就是過去議會上 所謂這些拖延的方法是兩類的 一類就是透過Philip Busting 就是很長的演講 那香港就不行了 因為香港限你發言 15分鐘你可以重複又重複都可以 每15分鐘講很多次都可以 但是規定的 外國很多議會沒有時間規定的 以前立法會都沒有時間規定的 就是Martin試過講過幾兩個小時 外國那些所謂拉布長時間發言 給大家看看資料 有些50年代已經有了 但是古希臘年代已經有了 我告訴大家 2000多年前 加拿大和法國 紐西蘭都試過用修訂有關的法例來拖延 最厲害就是法國那個是13萬多 那一般這些修訂抗爭運動都是左翼團體為主的了 你這個加拿大新民主黨都是左翼 法國那個也是左翼 就是一般抗爭運動都是要左翼政黨為主的 那如果香港民主派是這個秉承真是這個民主的精神的話 他應該學學其他外國 有些是很多年前已經做過的那些例子 看看這方面的技術性 看看大家有沒有疑問 因為這裏 現在接受了多少票 現在還沒入 還沒入 還沒入 因為他入月 他給不給他很多的考慮因素 根據過去的慣例 第一 你那個修訂必須要符合的議事規程 和和條例是有關的 第二 就是有些的修訂他會不容許的 譬如我想提修訂是有關特首的選舉 應該都是有效的 這個不符合政策 他不會接受 因為他講明是立法會條例 是的 但是是在那個範圍裏面 任何修訂 譬如我刪減的字那些 是一定要接受的 或者我看到他最後補充的附陸 那裏有一個叫做 就是他那個順為輪候 如果整張名單 可能那張名單一路輪下去 或者輪到沒有人 那他叫做窮蠍 什麽叫窮蠍呢 那兩個字是沒得解的 資源就是窮蠍 那張名單的人名 順為窮蠍 那些中文 那我就可以看一個修訂 是不是 很多啊這些 其實是非常之多 因為過去我在草案委員會裏面 經常提出改中文的 改過很多次的了 都有接受的 我坐幾個標籤去改他們的中文 因為那些直接從英文譯過來的 但是現在香港不是以英文為準的 是中英文相語的法律的 那所以看時間 就是如果時間許好的 我會再進多些了 那因為你都預了有一段 會被主席否決的了 我想大部份被他否決的了 我相信其他泛民有沒有說 就是在談論有些人 我昨天跟楊媚講過 他們沒有興趣 所以剛才我一開始呼籲就是 香港人民要覺醒 香港人民要參與這個 全民修訂的運動 也都透過人民的參與 令到民主派政黨要參與 因為他們的說法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說你修訂都沒有意思的 我們在精神上就是認為 他要撤回這個法案 那如果你要修訂 就是你幫忙立法 他們有這樣的邏輯 那我們這個所謂修訂是抗爭 講明是 你明白嗎 以時間換取空間 還有過去的 這一類的修訂 是迫使到執政黨和反對黨談判的 不是 因為你的問題就是他們 就是過去 因為 譬如我們真的有足夠人修訂 譬如我那個邏輯 我有一千個修訂 每個修訂要十個 就是每個修訂一個小時都好 你一千個小時要開一百日會 政府會不會撤回 所以這個抗爭運動 某個程度上是失傷權 你自己都傷了 但是如果你不進行這個工作 我們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除非七一再五十萬人上街 另外迫使到部分保皇黨轉態 這個機會不大 是不是 所以 如果我們的客觀環境 有些因素我們做不到 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這個 還有這個事情 正剛才我所講 很多國家很多年代都有做的 香港民主派為什麼不做 我想他們都要跟選民解釋 中文和香港問題除了公民黨 已經初步可能拒絕了之外 泛民哪些都已經拒絕了 他們拒絕是拒絕提出修訂 他沒有說不參與這個討論 那這個 即是我們 我們都會 今天開了記者會 我們正式有一個新聞稿 我們在那個新聞稿裡面都很清楚 我們建議民主派就條例草案提出大量修訂 以拉布戰術盡量拖延政府立法 以時間換取空間 很清楚這個 是不是 建議這樣就讓他回應 那我們都會跟他談 是不是 那他不拒絕我就兩弟做 沒有辦法 我想問 因為現在初步 除了CP說要拒絕提出修訂 我們昨天都是口頭上 若認為這個不可行 他們都不會提修訂 這個就是這樣 是不是 民主黨我們還沒跟他談 其他那些泛民議員 就是我打算會跟何秀蘭講 那就是通過他在飯盒會裡講 另外可能很多民主派議員 不是很熟悉其他國家 在這方面的歷史和一些行為 那如果他們有些研究的話 就是不只是研究法律 就是研究政治行為 和其他政黨這些行為 去看完其他國家的 就是政黨的表現和結果的話 我相信部分會改變他的態度